大家好 我是成针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 JS面向对象并成方面的知识 整个课程的一个大纲的话 就是这样的 主要分为三块 第一块的话呢 就是一个基础的部分 当然也是对JS一个加深理解的一个部分 就是JS的解析 执行过程 作用域 必包 而第二部分的话呢 就是面向对象的一块 比方说类 对象 封装基层多态等等 最后一部分的话呢 就是一个 项目实战类型的一个讲解 主要的内容的话呢 就是对基础人软码的一个分析 当然分析的不会从头到尾 一行一行的分析 只是分析 基础人里面面向对象的那一块 主要的目的就是把 前面学过的面向对象的知识呢 看一看在基础人里面是怎么用的 大致让大家加深对JS OOP的一个理解 整个课程大致就是这样 那么基础这个课程纲要的话呢 说呢有一个 对那个看这个视频的 学生的话有个要求 当然有三点 第一个呢你对JS基本的东西 要有些了解 比如说面向 呃怎么样 定义定量啊 函数啊 然后循环等等这些 当然第五部分呢 就是对面向对象要有一些了解 因为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不会讲类似什么 对象是什么 计程是什么等等这些概念 呃 然后第3个要求的话呢 就是对GQuery有有一定的使用的经验 比方说那个 你选择器啊 一些试镜呢 一些阿杰克斯相关的内容的话 都要有所了解 这就是我们这个适用对象 今天开始的话呢 我们就学习JS的解析 这些过程 呃这个东西 学习为什么要 要重新 搞这个东西呢 因为有一个 这关系这方面东西的话呢 好多人都是忽视了一点 首先呢我们就看这样一个代码啊 然后 我 写了一个页面 大致呢里面没什么内容 就是这样一个页面 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看一下这样一个代码 比方说非啊 等于 随便定一个变量 然后接下来写个函数 插插这个函数 然后在这里呢 alert 好这样 然后我们在这里调用这个函数 插插 那么这样代码如果 一运行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知道这个结果 比方说我们再刷新看一下 弹出的是1 这个也很明显 英文是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函数里面可以 访问一个全局的 并量A 那这个全局并量A的话 等于1 所以弹出1呢 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那么现在我们把代码稍微改一下 比方说我在这里定一个并量 它名字也叫A 把它改为5 此时我保存之后 你再刷新的话呢 你想想会输出一个什么结果 你就会发现它是结果是undefined 那么为什么是undefined 你分析一下 如果 很明显 如果是undefined的话 肯定 不是以传局的A为准 但是呢 又没有输出5 假设如果输出5的话 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那就更奇怪了是不是 说明这行代码已经执行了 这行代码在它上面反而没有执行 是不是这样 所以它没有输出5 这个还可以解释 但是为什么会输出一个undefined 首先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啊 它没有报错 如果我们把这个代码改成输入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的话 很明显是会报错的 但是没报错 没有没有输出 意义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啊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 JS的解析入执行过程的一个 理由之一吧 我们 我们看一下 JS的解析入执行过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啊 他的主要啊 JS的解析入执行过程主要是分为两块 一个是入处理的阶段 还有一个是执行阶段 呃 因为JS的代码的执行并不是 读一行代码然后就处理一行代码 读一行处理一行 并不是这样 他分为两块 第一块的就是说在正式执行这一行行代码之前 他有一个入处理阶段 那么这个入处理阶段他到底干了什么事情呢 为了讲解的方便 我就把它分为两个部分啊 这是我自己人为分分的 一个是传局的那个代码 一个是函数内部代码执行的时候的一个过程 因为两者有一点点的小差别 今天我们就主要是学传局这一块 首先的传局入处理阶段的话呢 他是怎么怎么一个做法 他的第一步 就是在解析 JS代码的时候第一步 第一步的话呢他首先就是创建一个 你可以把它称之为磁法 环境 Environment 创建这么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第一步做完了之后呢 他接下来干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他会扫描你整个全局的JS代码里面 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 用 用声明的方式 创建的 函数 还一个 用 VAR 定义的 变量 他扫描出来 扫描出来了之后呢 他就会把这些 变量的 名字 以及函数的名字 加到这个 全局的赤法环境对象里面去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在订一个A 不管你有没有负质啊 VAR B 然后比方说我们在有个方形 XXX 这样东西 他就会 形成这样一个结构 这是第二步的内容啊 这里有个A 然后他的指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Undefined 这是第一步 这是日顺里接单 然后如果是函数 用生命的方式 创建的函数的话呢 他就会把他名字放在这里 然后这里和值的话是对 函数的一个 引用 就这样形成这两个结构 记住了哈 有个前提 就是以函数的生命的 用生命的方式 创建的函数 因为我们知道创建函数 除了用生命的方式以外 他还有这种方式 比方是非R G 等人方形 这也是一种创建函数的方式 因为这个东西呢 不叫生命的方式 创建函数 这叫函数表达式 这叫函数表达式啊 就是这样 所以他 扫免的过程中 只对这两种情况 会处理啊 如果你定义了变量 你看说你这样写了一行代码 c等于5 因为这个变量呢 这行这行代码 在JobScreen 是不报错的 但是呢 没有用非R声明 所以他就不会理会 这个 这行代码啊 并不会把它加在这个 这个词法环境里面去啊 在日数里接待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那个代码里面到底是怎么体 体性这里呢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写这么一行代码 来首先的引试一下那个 函数声明的那个问题 比方说我们这里直接调音一个f 然后这里也调音一个g 然后在这里呢 就以声明的方式 创建一个函数 比方说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就写一个logf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写一个 这样用函数表达式的方式呢 创建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写一样的代码 那么整个代码的 运行过程中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一个问题啊 你就可以基本上可以证明 到底他是对函数表达式 与函数声明的方式 他会怎么处理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 第1行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里的输出 第1行的话呢 他这里也把f输出来 说明这个f f函数呢会 正常的被调用 而对于g的话呢 调用的话呢 他就会 看到没有 他说那个 没有补货的类型错误 g不是一个函数 它的错误意思就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因为在词 在日出你节奏的话呢 就是这行代码还没有 这些代码都还没执行的时候 创建了这个并量 这个对象 然后把那个f呢放在这里来了 然后它的值的话呢 就是对 f 函数的一个引用 而那个g呢根本就不存在 不存在的话呢 你在这里调用的时候 所以就会报错 因为他你这行 这行代码的语义的话就是把g当这个函数 但是其实它不存在 所以它就报错 这是这一块 就是说 在日出的阶段 只以生命的方式 创建的函数呢 它就会出现在这里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那个变量的问题 把变量的问题 比如说你用var和没有用var 它的一个区别 那么这个代码 我们怎么怎么来处理它呢 怎么来体现这一块呢 我们把这个代码再改一下 比方说我们现在就写这样一个代码 alert 或者说concert.log 直接输出 然后在这里呢搞一个a等于5 然后concert. 把那个代码提前一下 concert.log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b等6 这里行代码 把这个分号加上 回测 然后我们就把它刷新一下 就会发现什么呢 他说b没有定义 但是a的话呢 他没有报错 但是结果的话呢 数据是untifine 是不是也 也是印证我们刚才说的 他在里面 把a清掉进来的 它的值呢 a 它的值是untifine的 然后呢 b呢 不在这里面 所以你在提前用它的时候呢 b根本就不存在 不只让他就报错 而一旦是存在 但是其值为untifine 这就是日趋里接待的一个过程 那么呢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内容呢 也就是这些 那么还有最后一点啊 就是那个全局的那个词法环境对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是在全局代码而言的话呢 这个东西就等价于 windows对象 这个地方要知道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呢 也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的是什么呢 因为在ECMA这个标准文档里面 它对那个这方面的东西有规定啊 那个规定的话呢 对于这个词法环境这种对象的话呢 它分的比较细 它不然还有定量的 variable variable 有环境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不需要给大家讲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把它弄得很清楚 主要是针对那个写解释解析器的人而言 而对于我们学习深入了解解释本身的认作机制的话呢 我就把它这些东西都合并了一下 并成一个词法环境 取名一个叫词法环境 当然这个词法环境的话呢 你 这样合并的话 技术上讲 你可能是认为是错的 因为按照规范来说的话 它是分分块的 但是对于理解来说 其实完全是正确的 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这样合并了之后进行简化的话 反而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这是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 当然这个词法环境呢 有的一些文章的话 他就会把它当成一个 上下文对象 比方说有的叫做什么执行 执行的一个上下文对象 那有的是什么环境对象 环境上下文等等 这些词汇 就是这个意思 传织了啊 记住传织了是 可以 因为这个东西是 毕竟是 JS解析器层面的一个数 一个概念 但是呢 传织我们 它其实是等加入wind的 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JS代码 是可以访问到这个东西的 如果是函数内部 它的日出的阶段的话 它创建那个磁法环境呢 我们 普通的JS程序版 是访问不了的 这个点要注意一下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一次呢 我们就接着讲那个日出的阶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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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